微之無息 五之行 芬芳如甘霖 香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參和喝的時間 今天呢 我們要來實測 三種常見的杯子 在威士忌紋香上 會有什麼樣的差異 欸 這不是老梗了嗎 我們早就知道 喝威士忌就要用紋香杯啊 算滿久之前 我一次邀請同事 把我家喝威士忌 吃個飯 但他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家都要有這麼多的杯子 我就跟他說 因為呢 不同的杯子 會影響口感啊 還有聞香 他就覺得不幸 嗯 明明就長差不多啊 於是我就倒兩支一樣的酒 拿三個杯子去比較 好不好 他一聞就驚為天人 真的不一樣欸 於是呢 我今天 再來幫大家實測一次 威士忌的杯子 是不是真的會影響香氣 好 今天要陪我們的是 董董 Aaron 十年 新版的Aaron 這支酒有46% 主要以鋪本調性為主 是我平常常喝的普音款 做Hypo 純喝都很適合 我們來到酒吧 到適量就好 我們先來試試看下杯的香氣 酒精味比較重 但我們還是可以聞到一點點的 Aaron的木質香氣 再來我們試試看 Rock杯 香氣上呢 果然就比 Shot杯 還要再濃一點點了 但還是有點刺鼻的酒精感 再來我們試試看 聞香杯 喔 除了它木頭的香氣以外 還可以聞到一些 果實的 Spicy的味道 經過這三個杯子實測之後 我們Shot杯只能聞到 酒精味跟比較明顯的調性 而Rock杯也差不多 沒辦法聞到比較多細緻的香氣 而我們常用的聞香杯 就可以聞到比較多果實的味道 那影片就這樣結束了嗎 NO 因為我們接下來進行 比較難的部分 好 剛剛是屬於比較玩票的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高難度 這些全部都是聞香杯 我先來一一介紹選手 第一個 Green Care 我們常見的聞香杯 那個常常買葛瑪蘭會送的那種 第二個 我常在垂直拼飲的時候會使用的聞香杯 第三個 天鵝杯 那我這個是Hibiki的 它特徵就是 稍微會出去之後回來再出去 最後是發散 第四個 也是我常用的鞋繪杯 薄裏相當薄 第五個 國際標準的埃頭杯 杯壁其實蠻厚的 底部相當厚重 第六個 烈酒杯 這個我也是在某家Bartender特別愛用 我才使用的 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長得有點像香檳杯 再來 最後一個 也就是燈泡杯 1920 我稱是Blender's杯 其實老實說應該很難察覺出什麼 太大的變化啦 大概只有Blender's杯 應該會是最明顯的 我們來倒酒吧 這些 晚上拿來做Highball啦 我們就大概都倒個石墨 離奇一下 好啦 大家最喜歡的時刻來啦 我們來聞香吧 欸 比起剛剛聞香杯的表現 多了一些 蘋果的調性喔 太神奇了吧 嗯 蘋果香比較濃郁 嗯 然後這個木質調就比較濃郁 證明我沒有 瞎說 再來是看天鵝杯 喔 反而味道比較淡喔 味道比較淡喔 味道比較淡欸 可是不會有酒精的刺激感 它反而比較多那種 エステリ 因為它多那種 那種化學成分 例如什麼醇類 紫類那種 很飄在上面的那種 美好的香氣 再來協會杯 喔 濃郁 喔 這個把剛剛的 凱恩斯杯的 蘋果跟這支的木質調融合 哇 展現相當飽滿的氣味 嗯 嗯 好耶 解惠 反正我常用解惠啊 我好像喝高級的酒的時候 我都用解惠杯 再來 愛手杯 OK 愛手杯其實也不錯喔 它把滋味拉出來了 它沒有剛剛那個 解惠杯那麼濃郁 可是它會有 那麼多那種 汁類的味道 我怎麼講 那種香水味 然後酒精感也稍微多了一點點 還有一點點 果乾的味道 再回去聞一下好了 對沒錯了 麥芽風格也蠻明顯 愛手杯的話 再來 烈酒杯 甜甜酒 它這個不太 它沒有太多的收術的感覺 表面都甜甜的氣味 然後剛剛的木質調跟蘋果 並沒有那麼明顯 再來這個 這個不用想 一定是 農爆 這個就是農爆 這個Barent of Spades 後來經過一些網友跟 以前還評論的 那詢問之後 他們說他們會利用 這支燈泡杯 去喝1980年代的老酒 因為它氣味實在是太集中了 所以 當你可能遇到一支 氣味並沒有那麼明顯的一支酒的時候 你可以試試看用這支燈泡杯 讓整個香氣是濃郁 集中 又或者是你可以把一些 已經那個濕酒濕太重 或者是已經放太久的酒 那個氣味上就已經很淡的時候 你把它放到這燈泡杯裡面 說不定有比較好效果 太濃了 而且酒精味其實也很重 OK 做最後一次確認 嗯 這支跟 我試試看喔 其實凱恩斯杯跟 Iso杯的香氣表現上是滿相近的喔 然後呢 然後呢 這三支香氣上的表現都是屬於比較淡的 而 你的邪惠杯就是 比標準的Iso杯 然後再濃郁一些 可以更清楚感受到它的氣味的集中 個人的感想是 嗯 如果就氣味聞相唱 那特別專注去喝的時候 還是使用標準的Iso杯 以及像凱恩斯杯 以及中間的這個協會酒 那如果遇到那種 濕酒嚴重 或者是很老的酒的時候 或者是比較早期的 調味式威士忌 香氣並沒有那麼突出的時候 可以試試看 燈泡杯 它會給你一個前所未有的 香氣的饗宴跟衝擊感 個人的感覺 如果要以 真的平常認真評影的時候 我覺得 Iso杯的表現還是稍微好一點點 至於為什麼呢 就如我一開始所說的 這支比較多蘋果味 可是這支 它有蘋果味 以及它的木質調 那再加上一點點滋味 不過其實 因為這個是很短時間 所用 利用聞香 所感覺到的結果 還有 我目前都是使用 Aaron十年 這支酒 作為比較基準 那 例如說你使用 酒精濃度 較高的一支酒的時候 就有55%的 或者是致富的 62%左右的酒 那可能 結果就不一樣 那種時候可能 我們會 需要一些比較發散的杯型 例如 中間的這支烈酒杯 以及其他的 貼額杯等等 所以當然 要看你 便宜的酒 是哪一種酒 而去使用 較適合的杯子 其實這支影片 我大概 半年前就已經 寫好企劃了 但遲遲一直沒有辦法進行 然後 也一直覺得有點懶得拍 反正就 用聞香杯就好了嘛 沒想到 一實際比較下來 才發現 這些杯子都相當的有趣喔 然後一直沒拍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 杯子還買不夠 其實呢 我已經 再入手了一支 立達人的水晶杯 那水晶杯 它上面寫是 康若杯啦 不過杯型 感覺很適合 哪個二威士忌 所以就買了 嗯 不知道表現上怎麼樣呢 大家也不妨 比較看看 平常你所使用的杯子 實際上 聞香 會有什麼差異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チャンネル登録 コットボタン インスタガ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拜拜 おまけ 好啦 題都題了 那就來開箱吧 じゃじゃじゃ 立達人 こんにゃく Hennessy 開けてみましょう せーの 沒事沒事沒事 穩的穩的穩的 哇 直接打開啊 我買的是對杯喔 你就拿一個杯子來試吧 哇 cool 直接洗一下杯子 我們就拿燈泡杯的酒來試吧 我們來聞香吧 其實杯子滿大的耶 它也是比較容易集中甜味的那種 它有一些比較沉的香氣 先比較一下 Iso杯啊 可是它的酒精感比 還是可能因為放的關係 它可能還放不夠久 我來聽一下清脆的水晶聲 這個聲音舒服啊 不一樣 聲音不一樣 原來杯子不只是香氣 口感 還有聲音啊 所以簡單來講呢 這個Lidel的杯子 它是介於集中與不集中之間 應該吧 哼 好啦 這是歐馬K啦 所以 緊供參考